今天我们继续看塞园风水 那么在上面的几节课 我们讲了 坐凯向离 其中的凯塞里面 凯挂里面呢 包括人子鬼塞的塞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又讲了一个 梗塞空向 那么梗塞 就是丑梗又塞个塞 分别是 丑塞未向 梗塞空向 生塞迎向 迎塞生向 这塞个塞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看 坐正向对 叫正塞对向 那么正塞呢 它里面呢 正挂包括有三个塞 那就是甲毛乙 那么向上 那是对 那么对挂里面呢 也包括了三个塞 叫梗塞 叫梗又塞 叫梗又塞 那么就是 坐 甲向梗 坐毛向忧 坐乙向星 这三个塞 那么 甲塞 属于正挂 那么梗呢 属于对挂 这属于 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 那么我们首先看 甲塞 更像 坐甲向梗 我们说 甲塞 更像 那么 收梗水 那么水的 出呢 水出丑味 丑呢 就是丑梗迎 塞个塞 丑 梗 丑梗迎 那就是 甲塞 更像 水出丑 这个呢 就是 它的正局 那为什么 水出丑呢 因为出丑 是它的 吹乖 吹乖水 吹乖 吹贵 吹财 吹路 正塞 梗巴 塞巴 没棚 那我们要 起 安心 安心呢 就要从 丑上 丑上去起 丑为 出水口 我们在 前面讲过 梗柄 游行 丑破均 就是呢 梗塞 游塞 兴塞 丑塞 起的是 破均 从这个地方呢 起 我们再看 因为丑 它是 鹰山 乙兴 丁轨 尘虚丑味 子武 毛尤 这 十二 做三呢 是鹰山 那么鹰山呢 就要 逆牌 逆呢 像这边 叫逆着牌 这个方向呢 叫顺牌 要逆牌 那么牌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再看 丑狗银 这个地方是人之鬼 那么牌到呢 仁山 那么仁山呢 就属于 左腑 左腑星 那么再到呢 虚前黑的 虚山 虚前黑 到了虚山呢 就变成了 右臂 叫右臂星 那么再到呢 梗山 那么就是破均 破均七 左腑八 右臂九 然后呢 再到呢 太郎一 这地方就是 太郎星 太郎星 那么空宫呢 是微空生 微空生 塞个塞 那么到呢 未塞呢 那就是巨门星 巨门 然后到呢 梨卦 梨卦是 丙武丁 三个塞 丙武丁 那么到了 丙塞 那就是 太郎星 巨门星 路途星 到了路从 路从 然后呢 到了胸卦 陈勋士 陈勋士 那么到了 陈塞 陈塞呢 就是文区星 那么再到呢 甲塞 那甲塞呢 就是属于武区 那么培着呢 这个 坐塞呢 就是武区星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起恩星 从破军 左腑 幽臂 太郎 巨门 路从 文区 武区 又培到呢 他的这个 坐塞 培到坐塞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再看 这个丑 我们说呢 坐 假塞 耿相 手耿水 水呢 出丑 那么这个丑呢 它在耿八公 那么耿八公呢 我们用 我们用 合图 合图的讲法呢 就是 天塞 生木 地八 成枝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就是 成树 生成之树 叫 地八 成枝 地八 更 地八 更成枝 那我们再看 它的森树 我们说呢 坐塞 是坐 甲塞 更像 做甲 那么甲呢 甲老乙 属于 正卦 那么正卦呢 属于正塞公 正塞公 意思呢 说 它是呢 森树 叫天塞 生木 天塞 生木 地八 成枝 叫 一生 一成 那一生一成 叫一生 一生一成 也或者说 叫三生八成 三生八成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从 核图的角度去看 那么它是 一吹关 吹关水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谈核局 核局 那么我们 现在要看 我们说这个 坐塞 就坐甲塞 更像 那么我们说 甲塞呢 它属于正塞公 那么正塞公呢 就属于 东卦 东卦 那么坐塞呢 它是东卦 那么甲呢 甲根病人 迎生私害 前空 梗胸 属于羊塞 而且呢 它又是天肝 那就是 东卦的羊肝 东卦 羊肝 自塞 那么东卦 羊肝 自塞 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的坐塞 是坐着 东卦的 而且是羊肝 不是地质 东卦 羊肝 自塞 那么配呢 就要配西卦 它的水呢 就要配西卦 英子 英子 自水 那么西卦 英子 自水呢 我们就要从 你挨出来的 这八个 安心呢 去找 那么首先 我们要看 那么它是 东卦的羊肝 之山 那么它在收 东卦 羊肝 之水 或者是放 东卦的羊肝 英肝 之水呢 都是呢 叫 杀水 都叫呢 杀水 因此呢 我们看 它的坎一弓 你不要考虑 对吧 那么 坑二弓 正三弓 凶四弓 那么 这四个方位呢 去放水 你不用考虑 不用考虑 那么我们就说呢 东卦 自塞 要配西卦之水 那我们呢 看西卦呢 就是 前六弓 对七弓 各八弓 离九弓 这四个工位的水 而且呢 必须是 六七八九 这四个工位的水 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它还必须 第二条件呢 它还必须是 英姿 英姓的地质 必须是英姿 那我们看一下 前六弓 那么前六弓 我们爱出来呢 是在序 我们说 成序丑位 属于英 对吧 那么成序丑位 属于英 它又属于弟子 因此呢 也符合 它也符合呢 这个出水口 来取水的要求 也符合 我们再看 这是前六弓的序 它符合这个要求 我们再看第七弓 那么第七弓的 埃心呢 在梗 对吧 那么 假在梗下 我们现在找出水口 那么梗呢 是不是呢 奇怪的英姿 首先呢 它是阳干 意思呢 它也不符合 我们放水的 放水的要求 因为呢 它属于 阳干 那么你再看 更八个 那么更八个呢 是丑 对吧 那么丑呢 我们看 成序丑位 成序丑位 以兴丁轨 子武毛尤 这十二三呢 属于英三 因此呢 它也符合 也符合呢 我们要找的 这个水口 现在呢 找一个就是 前六弓的序 还有一个就是 各八弓的丑 都符合 那么我们再看 离九弓 那么离九弓呢 是丙武丁的饼 那么丙武丁的饼呢 它属于阳干 那我们说 假根命人 属于阳干 因此呢 它也不符合 我们要找的 也不符合 我们要找的 因此呢 在这个 假在梗下 在这个出水口里面呢 一个我们要找丑 第二个呢 就要水呢 从絮 一个放水口呢 就是丑 一个呢 就是絮 从这两个呢 去放水 去放水 那么就符合 我们说的 龙要和象 对吧 象要和水 水要和三级粒 那么其中呢 这个根 它属于呢 来水 为什么是来水呢 因为我们说 做假塞根象 我们是 阳塞阳象 收羊水 阳塞阳象 收羊水 阳塞阳象 收羊水 或者说呢 我们在2018年时候 讲过 阳塞阳象 收羊水 或者说阳塞阳象 羊水来 阴水去 那相反的 阴塞阴象 收羊水 或者是阴塞阴象 阴水来 阴水去 它要符合呢 这个 雌雄交口 叫雌雄交口 要符合呢 雌雄交口 意思呢 我们说 你看一下 它在这个东卦里面的 人 对吧 还有呢 卫 还有这个 臣 那么人 臣 卫 都属于冬卦子水 不可用 我们要找西卦子水 那么饼呢 又是西卦子羊干 也不可以用 也不可以用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我们做的 甲塞阳象 甲塞阳象 那么就是收的 隔水来 那么去呢 从这个 虫呢 围出口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和呢 吹关菊 真的吹关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注意 那么这个 饼水 甲塞更像 饼水呢 不可以砸 左面的深水 也不可以砸 右边的油水 如果砸了 深水呢 那么就通过了 向上的双腰 如果砸了这个油水 就通过了向上的 双腰 也叫呢 流神 冲破了流神 那么 我们再看 我们说 找到了一个水口 叫甲塞 跟上水 出丑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水口呢 就在续 在续 那么 如果是 水呢 从那个丑来 从续方而去 从续方而去 那么 这个就要 从续上 我们再从续上呢 起无取 从续上呢 起无取心 那么 为什么是无取呢 我们说 成熊是 续前黑 无取呢 起无取 那么这个呢 续呢 它同样是一个 成熊准备 同样是阴的 那么阴的呢 我们叫逆排 也是要呢 逆排 不是树排 那么无取呢 无取为呢 就是破旧 着服 幽闭 贪狼 巨门 露竹 文取 那么再排一次呢 你就往过来排 那么这个排 排下来呢 也是逆排 那么排出来的呢 那就叫 这个呢 就属于 变局 属于变局 那么这个变局的水呢 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那么 这就是意思说呢 我们呢 有两个水口 有两个水口 那么在这个变局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 一定要清楚 那么不管是你 丑方来水 也不可以呢 夹杂梗 左梗 右呢 右边是鬼水 那么这个水的池口呢 虚方池口 也不可以夹杂 浅水 也不可以夹杂呢 清水 如果夹杂呢 也算 冲破呢 双阴双阳 或者是 丹阴双阳 丹阳双阴 都是一样的 也叫流声 那么冲破流声 不急 不急的意思呢 那就是凶 就是凶 那么如果没有夹杂 没有冲破 那么记住呢 就叫做 外骨夹杂 那叫外骨夹杂 外骨夹杂 外骨夹杂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找的这个 假色更像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 核图 你说这个核图呢 再看一下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所有的这风水呢 它的发源呢 那都是从这个 核图 落树 也变而来的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符合呢 核图 我们说核图之数 我们说核图之数 是一六 二七 三八 四九 一六北防水 二七南方火 三八东方木 四九西方京 那么这个呢 我们从核图的角度 来看一下 那么从核图的角度 来看呢 我们说这个叫 凯隆 对吧 那就是凯隆如正 做对象 叫凯隆如正 做对象 凯隆 如正 做对象 也就是说呢 凯隆 入了正 然后呢 立下呢 立的是 正在对象 其中呢 就包括了 甲塞 更下 毛塞 幽下 理塞 先下 那么这个从核图上来说呢 就是 六龙 入八向九 叫六龙 入八 向九 那么六龙呢 指的是雷龙 就是凯隆 凯隆雷龙 怪气呢 入梗 做了 梗塞 如正 做了正在对象 那么六龙 入八 向九 他准进了 八九 二十三术 二十三术 那么二十三术呢 去四五 于三 去呢 四五 从呢 从三 那么这个三呢 九和这个坐三 和这个坐三 和这个坐三的八呢 就构成了 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 也就构成了 一生一成 或者是三生八成 三生八成 或者也就是呢 天三生木 天三生木 地八成之 这个呢 是从和图的角度上来看 六龙 日八 上九 八九 二十三术 去上呢 减去二十 就等于三个 去四五 那么关于呢 去几个五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2018年时候 讲过这个和图 讲过这个和图的数字 对吧 你看一减六 五 三八 五 二七五 四九 多四五 这个呢 我们就不详细的去介绍 有兴趣的 还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模糊的人 你可以看一看 2018年的四平 和图与洛书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 和图的角度 和图的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说 从和图 那么从和图上呢 我们可以看 一个是龙 对吧 一个是看这个山 山龙 那么也可以看呢 这个水 看水法 就是山法和水法 都可以看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洛书 从洛书的角度去看呢 也是看这个山法 或者看水法 那么我们 稍微休息一下 下个课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和图呢 看一下水法 再从洛书的角度呢 再去看一下 它的山法和水法 是怎么样的一个 用用的 怎么样用用的 那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讲 就要讲的这个 正三对象 正三对象呢 第二座三呢 就是 卯三优象 坐卯向优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下个课